這次的課程名稱叫做 驚奇式的海洋妖怪除魔包 透過四週左右的環境的課程 帶大家實際認識到海洋的現況 然後再用四週左右的課程來 把這些議題創作成各個驚奇式的除魔包 當時組織工作室談這個合作的計畫的時候 原本其實應該是會找一個靠海的學校 但是因為我在平行國中這邊認識學生也比較久 所以就有推薦組織工作室可以直接來到這邊上課 然後也是因為平行這邊不靠海 所以我們有特別轉化了一下教案 就第一次上課的時候是帶大家去平行寶平宮 就去尋找裡面的海神是誰 就算在一個不靠海的縣市 還是有那海洋的影子 從海洋然後慢慢跟著河流回溯 回到平行這邊的環境 天上聖母 媽媽只會保佑在海上的忙 所以就把它倒下來 這邊其實是水源保護區 就是這裡的水源 它是會全部匯集到翡翠水庫裡面去 這邊的環境對於整個大台北地區的用水 影響非常的深遠 所以這也造成比如說這邊的學校 它的家庭不能更改改建 第二週開始帶大家認識 什麼樣子的妖怪是自然當中就存在的 例如說海嘯或是颱風等等 移到台灣這邊我們開始介紹 因為人類而製造出來的新的妖怪 環境面臨的破壞的現象 然後在後面的四周 才會開始讓他們針對前面認識的妖怪或是議題 來製作背包 就其中有一堂課我們請大家 他們從當天早上起來一開始 就開始收集他們會丟棄的垃圾 讓大家來統計他們到底製造了多少垃圾的量 這些是不是真的是垃圾 所以就接下來我們的製作背包的那個活動 然後所有的材料也都是我們收集來的廢棄物 或是請學生帶來的廢棄物 透過他們在製作作品的過程當中 了解到那個環境會因為我們而改變 所以就像今天最後一堂課 我們把這個像紙面的東西倒出來 就是他們在做作品的時候 有可能會製造出這麼多的垃圾 但是有沒有可能讓這些垃圾 可以再重新回到作品裡面 或是變成新的作品 讓大家透過認識環境 透過認識在地的文化 透過他們的創意 為自己的家鄉或為這塊土地 找到更有趣的新的方法 然後可以影響到他們接下來的生活或是環境 在地上的生活或是環境 在地上的生活或是環境 有些人的方法 會有很多人的方法 在地上的生活或是環境 有些人的方法 會有很多人的方法